又到了每個星期你最期待的Game Hub 前幾個星期又不是寫完一次原神 一直都有人說 你的眼光好像太淺,你都不理會世界各地 只會躲在自己的世界上 那好吧,今次我就又報一下它 除此之外,我還會報一報其他有趣的新聞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三位 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界八卦花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會跟大家講講 那個星期的最新遊戲資訊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對呀,我牙肉腫了 所以今天的聲音可能會怪怪的 Hey Guys, I have some news for you 之前有人罵我做功課做得不夠好 說這遊戲明明是米蝦油的 你為何說是騰訊 是的,這點我先講句對不起 因為無論情報科也好,Game Hub 也好 很多時候我都是做到半夜趕出來 所以久不久都會有些小問題或脫漏 這次都是大家一直以來的指證 未來我都會盡量減少錯漏 但無賴少少都要講一句 對了,我和你都是人 人就怎樣都有機會錯 好啦,言歸正傳 元神在世界各地拿到很大的成功 喜歡他的人就當他神人大 平時有打開機的朋友 多數都是笑笑就算了 因為大家都應該有看過這個Meme 嗯... 不過元神賺到錢 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上次我也有提到 玩元神就有機會洩漏個人資料 有些元神的玩家說我們生安達造 無終生有症批青 就叫我多看一些世界的新聞 沒問題 前幾天在Reddit 上就有玩家提到 元神有15萬的賬號資料愛吃 先看一看 因為這則新聞有人說是真又是假 你先聽我說吧 在米哈游推出遊戲正式版之前 不少玩家都已經提到遊戲安全性成疑 不太建議其他玩家玩 但當然啦 有些玩家會覺得 喂,美女啊 有奶便是梁九聰 最近就有個消息 遊戲有15萬的賬號資料外洩 有玩的有人就擔心 有人就說是假新聞 在這裏都要講一講 元神的ID是9個位 而這堆所謂的流出資料 只有7個或8個位 所以這堆資料理論上都有點流 但這不是重點 跟手就出現了不同的網站要你輸入你的賬號 說可以幫你查到你的賬號資料有沒有外洩 Reddit 上的玩家就提到 喂,這個才是真正的釣魚網站 這個才是令到你 account 外流的計中計 而米哈游方面也有就資料外流的事件出過公告 於是其實資料外洩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就是玩家在外面一些非官方的渠道 輸入過賬號、又或者密碼 可能是驗證 可能是一些幫你入錢代充的網站 令到客客有多可成 若然你在第三方網站有入過你的帳號密碼 我就建議你快點去改密碼 改完之後就順便驗證 因為這些網站哪有可能中招 要驗證除了這班中了元神計的玩家之外 還有一堆死亡恐嚇被 Cyberpunk 2077 開發團隊的玩家 上星期 Gamehub 推出後有很多朋友問 為何你不報這遊戲延期呢? 最好是花生是要少少時間的 如果我上星期報了延期的話 這星期報的東西就少了很多 上星期大家有留意 曬爆噴 2077 延期的消息 之前有朋友說我特意請了假 想在家裏好好打遊戲 還在Twitter 問官方 這遊戲會不會延期呢? 看來他最後都要燒一燒價 遊戲延期有瘋狂的粉絲 就對遊戲製作團隊作出死亡恐嚇 而且相信不止一單 因為連首則遊戲設計師 N.G.Savarski 都在Twitter 公開 其實他們對遊戲延期都有很大的負面感受 亦都明白到大家的憤怒 但就算大家更憤怒也好 對開發團隊作出死亡恐嚇 都不能夠接受 而且每個creator 都是人來的 跟你們一樣 Bronberg 的記者 Jason 說 其實開發者和玩家是同步知道遊戲要延期 而且為了開確保遊戲順利推出 開發者已經每個星期都要OT 工作超過100個小時 即是說如果一個星期7天不休息 每人每日都起碼要做14個小時 所以與其生死亡恐嚇給開發者 都不如準備好心情來主機 好好期待一下遊戲吧 在肺炎的情況下 其實不少的大型典禮都受到影響 今年10周年的英雄聯盟亦不例外 早兩日舉行的2020 FINAL開幕典禮 他們就以遊戲角色組成的虛擬女團 KDA 作為表演嘉賓 不過粉絲們對幾位的表現似乎不太滿意 原因是甚麼? 本身MV 中 KDA 是這樣的 而在開幕典禮 KDA 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面相再加上Effect 方面 的確令到網上不少朋友都不滿 甚至有人覺得開場差過100年 不過除了這件事之外 之前新角色都有嚴常事件補 我就不在這裏講太多了 因為始終我對拳頭廠都有少少偏見 如果有興趣的話大家也可以上網找找 講完幾宗花生未濃的新聞之後 不如說一宗有少少可惜吧 不知大家記得這件事嗎? KDA 在1999 年現世 來到今時今日都已經有20年歷史 小時候大家應該有上網玩 又或者下載它的Flash 小遊戲來玩 但隨著時間在過去 連COMM 都開始不支援Flash KDA 的遊戲網站亦表示 將會在2020年年底終止發行相關的遊戲 亦都感受大家一直以來支持 但官方亦都提到 未來的遊戲將會以新方式和大家見面 如果你小時候有玩過它的遊戲 不妨趁這個時間好好懷念小時候的花落 今集的GameHop 就到這裏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和加入會員 我的牙肉真的很痛 如果你在網上看到什麼有趣的新聞都可以PM我 我是希治閣 希望下集節目我的聲音可以康復 好,拜拜!